九糟鼻治疗方法 如为医生特药专家冯毅国 现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皮肤科副研究员 九糟鼻呢 就我个人的经验 认为还是有一种满虫 叫毛囊满虫引起来的 当然是哪些因素可以加重或者诱发呢 比方说是喝酒 吃辛辣刺激的 高糖的食物 容易促进这个毛囊满虫增殖 或者是 释放严重戒指 引起这个九糟鼻的反应 九糟鼻的治疗呢 根据国外的最新的 还是要进行杀满虫的治疗 这是首要的 主要是内服 你比方说假消作类的 傲消作类的 或剃消作类的 这些我要杀虫 杀虫呢 我看的资料呢 还是要强调 疗效要够 在我的领床中呢 有好多人 比方说吃一周就停了 吃两周停了 其实我看的资料呢 有的主张说 吃这一类药物 要吃一个月 我常常给患者说 吃的疗程要够 要不然很快就复发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药物也可以 比方说克拉梅素 或者米诺还素 这个在教科书上 认为治疗角度 都是有效的 外用的药物 作是杀虫 杀菌 你比方说是克林梅素 甲胶子叉剂 过氧本甲先例 这个凝胶 都可以用 还有这个治疗 就是如果患者有 严重的症状 你比方说骚痒 那一定要止痒 还有呢 就是这个要避免刺激 你比方说避免这种 拿热水啊 刺激 要凉的 就是凉敷 或者冷敷 对于角度鼻的红斑啊 或者说是着热的感觉 还是有改善 对于角度鼻的红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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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